欢迎你们来看这期的相约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石主任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我石主任 可能是因为那个小广告 但是这样也挺好的 如果你是相约的老观众 你应该知道我最近在拍一个项目 是关于花 然后在摄影里头 如果说是聊到花 离不开的 就绕不过去的一个摄影家 是荒木惊威 荒木惊威 他就算是东方 在日本很厉害很厉害的人了 然后在西方的话 一个美国摄影师叫 梅普尔索普 他也拍花 我想今天先聊一下荒木惊威 然后看看 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拍花的 如果你是对摄影真的特别感兴趣 而且自己已经去学习过一些东西了 看过一些画册 那你肯定知道荒木惊威 因为他在全世界 尤其是中国吧 他的影响力太大了 基本上拿过相机的人可能都知道荒木惊威 但是大家知道他肯定不是他拍花 大家知道他肯定是拍女人拍捆绑 拍一些看起来非常色情 然后视觉很冲击的一些图片 考虑到有些朋友不知道荒木惊威 所以我就快快来讲一下荒木惊威是一个什么人 荒木惊威1940年出生于东京一个平民区 然后在1959年的时候考入了日本的千叶大学 然后他当时修的专业是电影与摄影 如果翻译没错的话 然后他在63年毕业了 然后他在日本著名的电通广告公司拍了几年之后 他就辞职了 好像没有几年就一段时间他就辞职了 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他想要的 31岁时候他自非出版了一本自己的书 关于他的老婆杨子的摄影机叫做《伤感旅程》 然后那本《伤感之旅》就让荒木惊威走入了大众的视线 在1990年的时候杨子去世 荒木在他妻子弥留之际拍摄了另一本书叫做《东之旅》 这两本书就是《伤感旅程》和《东之旅》应该是最被大家熟知的关于荒木的作品 即便是像荒木惊威这样的大师 他在最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92年的时候他办的一个图片展叫做《疯狂图片日记》 然后就被警察给疯了 原因就是他拍的东西色情 一提荒木大家可能知道他拍大量的裸体、生殖器 然后就是受虐的人体、年轻女孩的裸体 就是这样的东西 这种很赤裸很赤裸 然后给你的视觉很冲击的这种照片 如果你看他的作品只是看了几张的话 你可能对他的定性就是一个色情狂 然后特别猥琐 荒木这个人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神施 我分享一些我对于他的认识吧 我看过他的一个访谈 我在这个访谈里头 他今年78岁 然后这个访谈是今年两三个月以前的 他说他现在有点健忘了 他今天就不记得了昨天拍过的女孩 但是如此的情况下 他还是一天会拍很多很多卷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高产的艺术家 他在描述自己拍摄过程的时候 他说拍摄照片就是摁下快门 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是一个过程 今天咱们来聊聊荒木的这本书叫做花音 很多朋友有可能没有听过花音这个名字吧 因为书店里头很多的翻译过来的版本 或者说网上查到资料 它写的是花优 或者直接叫做花 把音字省掉了 可能是因为信达雅的原因吧 就是这样去翻译它了 但是我觉得改了这一个字 对他整个作品的影响都非常大 因为荒木在看花的时候 没有说是把花只当作花去看 而是把花当作植物的生殖器去看 就那样的方式去观察它 那样的方式去理解它 然后拍它 生殖器这个概念 其实没有必要觉得羞 或者说是回避 不舒服之类的 生理性的东西 人大概都是这么过来的 什么生老病死 你走走生吧 生人哪来的生殖器 所以没有必要回避它 我觉得如果说是你对性或者生殖 这种话题有回避 或者觉得这种东西不好意思谈的话 很有可能会误解荒木 因为荒木看它 可能不像很多人去把它当一个情色 这种概念去看 我在它的一个访谈节目里头 看过它这样去描写它拍的那些女人 它觉得女人是一种很迷人的动物 大家都是动物 男人也是动物 但是它这样去描述 它说女人是一种很迷人的动物 它首先它的样子很吸引人 然后他们还很容易背叛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吧 他说女人很容易背叛 他想在他镜头里捕捉的那一点东西就是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在背叛的边缘的那种状态 你知道吗 他可不是说去拍大胸大屁股什么 翘臀之类这种东西的 他想捕捉的是一种背叛的感觉 这种感觉也不是通过他的身子去展示的 而且很多是因为 是因为眼神 他这样去描述自己 说他看一张照片的时候 他能看到这张照片里的人和摄影师的关系 如果这个人和摄影师没有关系的话 他会很讨厌类似的图片 然后他在拍每一个他的模特的时候 他都在试图去爱上这个模特 哪怕只是有那么不知道40分钟左右的时间 但是他是去尝试 跟他有这种心灵上的这种接触的 如果没有这种感觉 他就不去拍 而且他也不认为这样的状态 他能拍出来好照片 咱们再来聊一下他拍捆绑这件事情 他拍的很多图片是捆绑的 可能我在视频里只好放一些穿着衣服的 不穿衣服的 你们就自己去找一下好了 在荒芜看来捆绑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 而是女性的力量延伸 他觉得女性首先他们的力量是阴柔的 和男性的阳刚的力量是一样的 即便是阴柔的力量 他也是可以有很扩散的这种状态的 如果一个女的同意被捆绑 而且很多他拍的模特 就很有意思的是那些女性自己要求的 就是他觉得如果说他允许你去捆绑他 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信任 再来的话就是他那种阴柔的那种美 就是他好像能把你吃掉那种力量的一种延伸 这种延伸是他想捕捉的 然后我刚才聊了 就是他在背叛的边缘 然后他这样去看女性这种这么一个存在 好我来总结一下我刚才了解的东西 首先他拍女不光是不只是拍情色 当然了情色这是人的生理本能 他喜欢这一点 他觉得这一点很坦荡荡 因为人就应该是这样的 很好 然后他想拍的不光是身体 他想拍的是眼神 是一种状态 是游离在背叛边缘的一种状态 还有他拍捆绑 是想把女性阴柔的一种 就是不是阳刚的那种力量 是阴柔的一种力量延伸出来拍到 OK 用这种角度去看荒木的片子的话 你会觉得 你会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你不再把它当一个色情片去看了 我看一个 另外一个up主 他讲他是在日本上学 那个叫天天桑 天天桑 这么一个人 他东西很好 然后他在聊 说是在日本学习摄影的时候 他们的很多语言习惯是国内没有的 我一想 德国也有 好像是每个地域都会有自己聊艺术这些东西的语言习惯吧 他说在他们那常用到的一个词是生命力 我一听到这个词好像是把我一些小困惑搞得比较透彻了 荒木的片子 他里头真的是有很强烈的那种生命力 他的片子我觉得你不太好去用 什么构图啊 光线啊 这种东西去分析他 因为如果你看过荒木的拍摄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激情喷发的这么一种 他有时候骑在女性的身上 然后去拍 有时候跑很远 有时候跑很近 然后有时候会比较沉默 有时候又大笑 有时候又会生气 就是他是那种被人这么一个形态包住的一团情绪 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照片真的是有很强的生命力 所以如果说是用生命力这种词去解释他的片子的话 他的片子真的很好了 我觉得像技巧之类这种东西 在这样的大师身上就没有什么必要去提 因为你想了 荒木一天拍不知道 好多好多卷 他今年78岁 他20岁开始学摄影 这五十几年 一天拍那么多啊 技巧的东西 我觉得提这东西就没有意义 荒木还说过一句话 当时让我心里感觉特别震撼 是他说 你心爱的人死去 是会让你成长很快的 我觉得这句话就特别特别日本 我不知道 日本的漫画风或者他们的电影里头 我感觉经常都带出来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他这样说 然后我也还挺挺挺挺 非常认可 我觉得是的 他说他的父母的离去 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成长 然后养子的死亡 对他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就是他的身边爱的人死去的时候 他好像也像那个残一样 退了一层皮 然后就长出来一个新的自己 在养子死去的时候 他就是 他就是完全退掉了最后一层皮 然后长出来 就是成现在的荒木了 花音这本书 它里头有很多很多花的照片 然后有些是黑白的 也是彩色的 你看他拍花的一个方式 不是那种刻板印象里所谓美的花 然后他也没有把花拍全 很多很多都是很小的一个局部 他的镜头特别主观 就看他的图片的时候 你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人他的兴趣点在哪里 是那种花的特别私密的地方 他用闪光灯用很多 闪光灯有一个效果 就是他把你拍摄的物体 从现实中抽离出来 他给你这一个物体给了一个高光 就像拍电视剧一样 演员为什么那么好看 因为演员身边都是光 你走在大街上 你发朋友圈 你拍自己的那种照片 你会很明显觉得 很普通 因为你身边没有光 他用闪光灯去拍这个花 就把花从现实中剥离了出来 非常主导的这种角度 去让你观察到 你平常可能不这样去看的那个花 他拍花的时候 他的理解是 他把这个花就当女人在拍 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狭隘的去理解 说是拍女人了 而是他在拍生命 他觉得那是一个生命的入口 生命就是这样的 生命是一个很大的题材 然后呢 在拍花 或者拍女人 就是他在拍生命这个题材的一个落脚点 我们看他拍出来的花的那种颜色 我不知道 跟我平常见的很多花都不一样 上面有很多很奇怪的这种 皱褶 然后有一些暗红色的斑 或者鲜红的斑 或者黄色的斑 不一定是新鲜的花 有可能是已经蔫掉了花 但是它的颜色还在 它在那个颜色是有点 有点暗淡的颜色 但是你能看出来的是红 就是那本书的实体 梅叶的花可能有这么大吧 就是你端在面前看的时候 它跟你头差不多大小 你看它的时候 你看都是非常细节的那种颜色 我看那种照片的时候 我对我就特别冲击 然后是 如果说你了解到它这个花的背景 或者它这个人的话 你会觉得我更冲击 我看到类似这样的照片 我觉得这种摄影师真的是有点太厉害了 你想一下 你是在拍一个花 你怎么样能把自己的主观意识 就是这么漂亮的 宜家在一朵花上面 然后并且把它拍出来 然后让别人看到 能产生共鸣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成度相当高 而且需要天赋 各方面的技术技巧 包括你的思维 你的人生观 你对世界的理解 需要达到一个很和谐的地步 然后你才能拍出来这种照片 好了 咱们再继续看看照片 OK 关于这期的视频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因为翻书的视频太长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上完整版的视频了 如果有同学想看完整版的视频 就去到片子末尾 扫那个二维码 然后进群 我会把翻书的视频上传在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去下载 当然那个视频是无码的了 好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都已经看到这里呢 那说明你肯定是喜欢的 记得三连 然后我们下期见 小智你在干什么 小点声 真是小精灵很容易受到惊吓的小师 但是我们今天抓的不是这一只 那咱们现在在抓的是什么宠物小精灵呀 他叫二维码宝贝小精灵 看那里 都怪你 没了吧 那又这样 那是有没有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 就对我 那是来说 现在是个宠物小精灵 那是一个宠物小精灵 所以可以生活